市長好 什麼 東川模式 推廣校園反讀活動 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柯基爺大佬 宣明志相見歡 外界也好奇 農曆年節間 雙方也曾私下壞面 宣明志有沒有可能力挺 柯文哲挑戰2020總統大位 我要到底要做到哪裡 做對的事走會成功的 走會成功 選2020是對的事 今天是反讀宣傳 柯文哲被問到 有些招架不住 而這個問題 同樣也出現在 高雄市長韓國瑜身上 對於韓國瑜表示 會在四年內 讓大家看見 高雄的成長與改變 是否意味著不選總統 柯文哲又怎麼解讀呢 我已經講很清楚 有去登記就有選 沒有去登記就沒有選 所以何必浪費時間 現在局面變化這麼快 所以我都不要理他 做我的事情就好了 不讓選舉議題 牽絆柯文哲 儘管其變外 也得迎戰市政考驗 由於議會即將開議 但柯文哲在總質詢期間 將參與大甲媽繞境 已經由議員放話 開議時將炮火全開 柯文哲強調 參與繞境是為了還四年前的許願 該接受的質詢也不會閃躲 柯文哲拋出解釋文 但議員買不買單 議會質詢考驗已經風雨欲來 環宇新聞 宋俊尼丁上城 臺北報導